针对媒体报道的中国出口口罩被建卖 和外媒报道的中国垄断个人防护市场谋取暴利等说法 4月26号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星前 在国务院联邦联共击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两种论断正好印证了个别报道的不客观 不准确 他说 中国出口口罩的价格符合市场原则 是良心品质 决定 短期内 中国出口口罩的价格可能会因供需变化有波动 也可能个别厂家出口价格有异常 但总体看 中国出口口罩的价格符合市场原则 是良心品质 李星前强调 中国不能让加班加点赶工生产的国内企业受到损害 正当收益得不到保障 也不能让哄台物价 谋取暴力的不法行为 损害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 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 从生产 交易 认证 出口等各个环节 强化防疫物资的质量监管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 依法调查 严厉打击 假冒伪劣 违规出口 囤积拘棋 等扰乱市场和出口秩序的行为 发现有关问题 都会进行深入的调查核实 对确实违规违法的行为 将严肃惩处 绝不顾惜 对于中国将限制防疫物资出口的说法 李姓钱说 中国政府一直用各种方式和途径 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从来没有限制防疫物资出口 而是想方设法为世界各国的采购提供支持 多国政府以各种方式向中方制限 对从中国采购到的防疫物资质量 表示充分认可 中国生产的防疫物资 每天都以最快速度输往急需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由衷期待 世界各国人民早日渡过难关 所谓的中国限制出口 完全是取解和误读